针对淡水复为炮台公园的绿地将被变更为住宅区的问题 其实有地方明代就发现这将严重剥夺到在地乡亲们 使用这片绿地公园的相关权益 因此也要求城乡局重新做评估 究竟怎么一回事 请看我们的报道 淡水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专案通盘检讨 在上星期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 以及淡海市民活动中心举办说明会 而市政府城乡局预计将解编19.40公顷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但新北市议员政议员却发现 这一次解编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当中 竟然将现有的护卫炮台公园绿地变更成为住宅区 议员表示这样子将严重剥夺淡水乡亲可以使用绿地公园 要求城乡局重新评估 我想这样子的利益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还地渔民把一些未征收的用地 土地还给民众 但是这其中涉及到一个护卫炮台公园的用地变更 也就是说未来市府计划把护卫炮台公园变更成住宅区 这件事情我们是持反对意见的 因为护卫炮台公园既然已经开辟了 我们希望它维持原状 让这样子的公园继续服务这个周遭的居民 整员表示绿二用地现况南侧有一大部分为护卫炮台公园 而北侧则是有零星的专奏 还有钢筋混泥土建筑物 总计有3.08公顷 公有持分只有0.41公顷 但是私有地持分 大多是为私人的财团法人所有 而且当初已经陨落无偿提供做公众使用 但是据城乡局目前提出的变更案 仅维持北侧的0.54公顷作为绿地 南侧包括了现有的护卫炮台公园的位置 都将变更作为住宅区公开发使用 那至于这块土地当时候所谓的这个应该是财团法的 有没有义务提供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公众使用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之后会再召开相关的会议去理清 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一个公保地的这个部分 不过就全署部分而言的话 它现在的确是财团法人的一个土地 那我这个部分有关现况的这个护卫公园的这个部分 后续我们也会一并当地考虑 就是说基于现况这样子一个使用上的一个 大概注目长期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那毕竟护卫炮台公园在社区的这个使用率上是相当高的 而且过去十年来作为我们这个淡水环境剧场的这个剧场的演出的地点 其实也相当相当的有历史意义 所以我们希望市府再做一个调整 把已开辟的这个炮台公园维持住 然后去寻找其他的开辟方式 包括协议架构或者是征收都是可行的方案 这影院表示护卫炮台公园因为面积宽阔 是许多淡水居民承接运动休憩的重要处所 使用率非常高 也是每年淡水重要活动环境艺术节的活动场地 而这影院强调市政府推动公共设施解编环地渔民政策方向利益良善 但是应该要综合考虑到土地的使用现况 生活圈的绿地面积还有炮台公园的部分 趁现在还在工展的阶段 市议员也要求城乡局务必要重新评估调整 记得许多淡音乐学生文报道